大家好 您现在收看的是由药材财经台为您直播的新闻宿地 我是曾珍 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下午的药文方面 美国总统奥巴马于美国时间周三晚上9点钟发表电视讲话 公布打击伊斯兰国的策略 奥巴马表示首次批准美军空袭叙利亚 并会增派475名美军到伊拉克训练当地士兵 令当地美军超过1000人 但不会派出地面部队作战 奥巴马表示会毫不犹豫地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对伊斯兰国采取行动 无论伊斯兰国武装分子身处何处都会被他们歼灭 奥巴马指出这是他作为美国总统的核心原则 如果任何人威胁美国都不会有安全避难所 奥巴马早前致电沙特阿拉伯国王 又派国务军克里到伊拉克商讨如何打击武装分子 台湾即日起禁止香港猪油入口 另外香港澳门及内地所有油品就由以往检查 改为百分之百查验 台湾的食品药物署主任冯润兰表示 昨晚接获香港通报 金宝运公司涉嫌以工业用油 冒充食用油卖到台湾 当地海关决定采取有关措施 他还表示香港今年共有87吨食用油输入台湾 未来除了抽烟之外 也要附上香港政府证明才可以进口台湾 涉及台湾地沟油事件的强冠公司 董事长叶文祥今早召开记者会 两度下跪道歉 他哭泣说自己也是受害者 连累下游心如刀割 叶文祥强调 强冠无论是国内外采购来的油品 都经过检验合格 是政府没有规范 他在现场喝自家公司生产的油品 证明自己的油非常安心 杨文祥讲解公司的购油流程 并解释是由香港进油时 有要求对方提供食用油证明 进关时也缴了食用油的税金 并经过台湾当局抽样检验合格 他指公司不慎买入郭列成公司的黑心油 造成这么大的不幸 是因为郭列成带强冠公司人员 看得生产厂和被检查到的生产厂 是完全不同的 一名内地青年承认在两年内 在香港利用一间公司 洗清超过5亿6千万元港币黑钱 在高等法院被判入狱6年 24岁被告沈卓涛持双城证到香港 法官认为案件涉及的金额庞大 而且被告有积极参与 判处他监禁 案发在2010年6月至2012年6月期间 被告是一间有限公司的 唯一董事股东及银行户口的签署人 该公司的户口于案发期间 出现不寻常的大额转账 每日金额高达80万元港币 百家超级市场位于尖沙嘴科室巡道分店 被指本月2月底在卸货区堆积卧品 被消防处以阻塞消防通道票控 在关堂法院被罚款6万元 百家超市市场公司代表 停上求情指工人卸货动作慢 表示消防局到场时已经处理完毕 裁判官就指百家店铺多及影响人多 质疑百家是否能够保证不会有活景 形容有7次过往记录的百家已经是非常夸张 好了观众以上要闻来看一下财经资讯 首先来看一下今天港股的收盘情况 港股午后略为偏软截至收盘 横指跌42.72点报24662.64点 国企指数跌84.98点报11032.1点 从盘面上看蓝筹股方面跌多涨少 中国联通涨1.6%临涨蓝筹 个别太阳能股造好 昨日霍摩根大通上调目标价至3.8元的信义光能 升7.7% 保利息协金升1.3% 报3.04元 西架股今日炒风颇热 最新有22只股份升幅达到双位 中波控股今日付牌 报升100% 报0.24元 公司公布已经与联署美国 New York Broadband定立一项量解备忘录 收购其控制的名称为亚洲之星的同步 轨位卫星以及其后两颗新一代替代卫星的使用权和若干资产 以向中国及亚洲其他市场提供移动多媒体及宽带互联网服务 内地上个月通胀率下调至2% 低过市场预期也是今年4月后的低位 主要受食品价格升幅偏低影响 8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按年下降1.2% 跌幅较7月份扩大0.3个百分点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高级统事师于秋美解释说 跌幅扩大主要是由于原油及生成品源价格 由升转跌煤炭钢铁水泥等主要工业品价格仍处于下跌的趋势 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对工业品价格形成的压力仍然存在 工业品市场供求形势仍不乐观 21世纪网涉嫌严重经济犯罪案件 该网站日前有8名犯罪嫌疑人被依法采取 行事强制措施 消息指上市公司中每年要有70%至75% 与21世纪网签订广告合同 这是报社管理层对网站的一项业绩考核 21世纪网站涉嫌非法牟利数亿元人民币 与其相关的公关公司上海润言 营业额达到数十亿元人民币 深圳新麒麟营业额也达到数亿元人民币 并指用负面报道敲诈企业是行业内的潜规则 报道指因为一些企业和个人的举报 21世纪网才进入公安机关的誓言 多名犯罪嫌疑人的供述显示 被21世纪网涉嫌敲诈过的企业很多 站出来举报的只是小部分 来自北京产权交易所的消息 9月10日中海石油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挂牌转让 海康人寿50%的股权 挂牌价格为10亿元人民币 据了解海康人寿是2003年4月 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旗下 中海石油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与荷兰全球人寿保险集团按50比50的比例合资建成 中海油的这次转让如果成功交易 则意味着他们完全退出保险领域 此前市场已经有中海油意图抽身保险事业 收缩经营战线的传闻 在今年的中期业绩发布会上 中海油表示将突出主业 发挥优势经营好优势项目和优良资产 而海康人寿在成立10年的时间内 并未给中海油带来实际收益 公开资料显示 2013年海康人寿实现营业收入为10.6亿元 亏损为9252.33万元 截至7月31日 海康人寿已经亏损854.4亿万元 有消息称目前中海油已经找到买家 接盘者是清华同方 中石化一节与大润发喜事多 在上海合作的8座一节便利店正式营业 开启了一节零售终端营业的新模式 经过此前20多天的市营业 截至8月31日 8家店铺均营业额较合作前提升49.6% 其中食品 饮料 酒类和百货等 常规商品的营业额增幅合计达156.7% 下一步中石化一节将扩大试点范围 在上海浙江和广东等地区 推广这种新的合作模式 年底前采用新模式运营的一节便利店数量 将达到300座 此外中石化一节联手一号店 搭建线上入口线下入口服务体验商业模式 联手复兴开药店 实行24小时便民服务等跨界混搭业务也进行顺利 好了 关注完以上要闻合资讯 再来关注一下香港天气 现在香港的平均气温是32摄氏度 天气酷热 谢谢观看新闻速递 我们明天再见